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会遭遇到许多的困难 敌人的攻击健康的危机 我们要如何得胜呢 格林多后书第四章 让我们看见 是的有许多的危机在我们的身边 撒旦世界神弄下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看不见光 而我们只看到敌人在旁边攻击我们 看到死亡 看到疾病在我们的四周 这是真实的危机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福音的大能 是的上帝叫耶稣的光照在我们的当中 使我们得知主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 让这个光引领我们 让我们看到不是敌人围绕我们 而是我们里面有宝贵耶稣 是何等的宝贝 在我们的瓦器中要显明这莫大能力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即便我们遭遇死亡 我们也要经历到耶稣复活 我们也必要复活 并且有很多的疾病外体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 我们生命不断地越来越喜乐 得到永远的荣耀 是的 我们会经历到许多的挑战 但福音的大能使我们破体微笑 化暗为明 迎接光明 我们来祷告 耶稣求你照明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的至宝 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在耶稣里 我们必然更新 得胜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祷告奉耶稣的名